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在台湾的新住民朋友越来越多了 他们不只是在台湾落地生根 也把他们的文化带到台湾来 像是有很多的异国家乡美食 就呈现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 我们这一集多元族群分享爱 邀请来自印尼的林彩云 来分享印尼哪一些特色美食 另外这一集同样也有 来自印尼的钟莉莉 来担任我们的客座主持人 首先先来欢迎莉莉 你好 我是钟莉莉 好 那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莉莉今天是你的同乡 对 没错 对 那我们来欢迎林彩云 林彩云你好 你好 好 彩云先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你是来台湾多久了 那是怎么样来到台湾的 对呀 好 我从一年出生 来到台湾24年了 24年 很久了 对 很久了 对 我要生三个宝贝 三个小孩 三个宝贝 也是嫁来台湾嘛 对 嫁到台湾的哪里 对 嫁到苗栗 苗栗寺 苗栗寺 24年了 24年 很久了 所以小孩子也长大了 对 对 对 我两个都大学了 一个高中 现在很自由了 大学 所以才很自由的时间了 对呀 那在嫁来台湾之前 你曾经来过台湾吗 没有 没有来到台湾 所以就是第一次就跑来台湾就嫁人了 然后就生下来了 对 没有那么快 我先生跟他的朋友去印尼那边玩 然后他认识我在印尼那里 然后可能缘分 突然都嫁来台湾了 对呀 这样听起来 彩云的华语讲得还蛮不错的 那你的家乡是在印尼的哪里 家里曼丹都是昆殿 那就跟Lily一样 对 就是华人地区 所以其实彩云也是华侨 对 华侨 对 那就是本身这个语言的部分的话 你本来就会讲华语 然后我知道家里曼丹还蛮多客家人 所以你也是客家人 对不对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语言真的不能不会讲 中文那些都不会讲 中文都不会讲 所以来到台湾讲的吗 对 台湾来学习的 台湾来学习 然后现在已经很流利了 可以当老师了 可以当班女老师了 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学习 就能干去学习 对 所以每次新住民朋友来 我们都会问他说 你有什么东西 要生活适应上最大的困难 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的部分 对 但是我发现你 你已经嫁到苗栗来 苗栗也是客家人 我们那边也是客家人 应该这个障碍很少 这是有这个障碍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各家人的 口音跟苗栗的口音 有一点不同 口音 对 OK 但是还听得懂 听一懂 会比手画脚那种的 对 还听一懂 会比别的新住民朋友 更快去适应 对 因为苗栗也大部分 都是客家人 对 那当然口音的部分 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差一点点 对 腔调的部分 所以我们讲语言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饮食了 这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新住民的家乡美食 那我们先从这个饮食习惯来说好了 彩云还记得 二十几年前来到台湾的时候 你吃的习惯吗 对啊 不习惯 是 不习惯 因为我们那边吃的 因为天气很热 我们那边买印尼 对 要吃的都是炸的 辣的 酸的 对 甜的 对 这个部分跟我们台湾的饮食习惯 非常不一样 对 差很多 因为我们台湾好像都很养生 也要清淡 很养生 而且印尼的调味料特别多 对 香料啊 他们的人就要椰子啊 椰子啊 那些啊 香料喜多啦 就是喜多啦 所以味道很丰富 通常一道菜里面就有很多香料 很多香料 重口味啦 对 重口味 而且又很爱吃辣 所以彩云也可以 也是很爱吃辣 对啊 现在 现在当然饮食习惯有改变了 改变了啦 对 现在就是已经可能习惯对台湾的美食了 对 那这样来到台湾你说很不习惯你 你还记得那时候你怎么度过那段适应期吗 对啊 会不会很困难 很困难哦 那时候 因为来到这边是我们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地方 对 因为我们朋友啊 亲戚啊 姐妹偷没有在这里 我们自己要去适应那个地方 而且撕的这个方面 对 撕的方面啊 因为啊 这边的啊 我看我婆婆那时候嘛 他炒菜的时候用油 用个蒜头丢下去而已 这样子 这样子炒一炒 这样子我们都是不习惯 是不习惯 对 这样子的 可能我们的做法在印尼就是不一样 做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 像我们香料会炸香 炸香了 然后菜炒 菜丢进去 去炒一炒菜拿起来 步骤比较多一点 对 他们会炒菜的时候 会夹那个虾 虾仁啊 虾仁啊 因为我们那边海鲜很多 对 对 印尼很多 非常有 海鲜很多 或是放小鱼干啊 对 虾子啊 对 都是有一点味道 这个都很轻 都是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都感觉吃不下 这样子 对 那当初有没有瘦了很多 就是水土不服嘛 然后什么也吃不下 你有没有自己偷偷在 带一些印尼家乡的可能调味料 来 来到台湾啊 那时候可能很 太坦纯了 你都很单纯 什么都没有带 真的 很单纯 对 然后 以前没有什么 印尼店啊 很少 对 20年前 真的没有印尼店 对 对 对 少数 要吃什么 好像要吃什么 好困难 很重 印尼寄过来比较多 对 有时候朋友会回去印尼那里啊 我们会偷他 你跟我拿这个料理来啊 对 要拜托人家 拜托人家 是 对 对 采云身为新住民大前辈 当时真的是 蛮困难的 没有像现在那么普遍 对 现在寄到哪里都 都有印尼店 很方便 很幸福 对 对 有很多卖杂货的啦 对 然后新住民家乡印尼的小吃啊 可以让你偶尔怀念一下家乡的味道 是 那你还记得你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去 适应台湾的口味吗 因为你刚刚说像 婆家炒菜 炒青菜这件事情 你觉得你就吃不习惯了 对 你又让自己去接受 可能花了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对 然后 我先生会带我去椰式嘛 你知道吗 去塔到椰式的时候 闻到什么味道啊 不要不习惯的嘛 臭豆腐的味道 哎呦 我说 我要买口罩 我买到 我要进去 我都不知道 不要买了 身体真的好臭 我怎么跟我吃一样的 果然这个台湾的臭豆腐远尽迟名啊 所有的外国朋友来 真的都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会变成一个大挑战 对对对 这样也讲起来 它一里有一点那个用虾做的那个虾酱 虾酱 虾酱 很臭的味道 一样很臭的味道 那你就想像我们台湾人如果闻到虾酱的那些味道的话 也是 也是台湾人没办法接受 同样的感受 对对对 听起来真的 柴云是真的是从外国来的 因为臭豆腐这个门槛 就是可以界定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 但是你已经现在对那个味道 现在应该喜欢了吧 已经喜欢了吧 有后来有尝试去吃过吗 有 有尝试吃过 很好吃 这戏来都很香香的 我戏来很臭 这个真的是好多外国朋友尝试之后觉得说 好像这个不是闻起来这么一回事 吃起来是还蛮香 我觉得就很像那个 我们说榴莲好像也这样 水果榴莲就这样 吃的时候就 脱脱的 吃起来很好吃 然后闻起来味道不一样 这个蛮有趣的 我觉得分享一些台湾本地的一些美食 跟外国朋友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冲突 还有一些大家的感受都还蛮奇妙的 对对对 所以听下来柴云也是 当然有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这边的饮食习惯 还有吃的部分 好 我们待会下一段回来 再请彩云跟我们介绍一下 他印尼家乡的一些美食 休息一下再回到多元族群分享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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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